日本古代的特务间谍 忍者 忍者出现于约1185年到1867年 是日本古代的一种特殊职业身份 其工作类似现代的特务间谍与情报人员 忍者在开始任务之前 需要接受秘密行动的技术训练 即为忍述 按照阶级忍者又分上中下忍三种 上忍又称智囊忍专司策略布局的统领工作 中忍是实际对战的灵魂头目忍述也有一定的水准 下忍也称体忍是最前方与敌军交手的实际接触人员 忍述流派以一赫和贾赫两地位根本 忍述分为阴忍以及阳忍 阳忍强调隐身潜入敌人内部进行刺探或破坏活动 阳忍强调在大庭广众之下运用至谋取胜 忍者盛行于日本战国时代 效力于大明执行情报收集刺杀的秘密任务 直到德川幕府将其纳入正式编制后进入最兴盛的年代 不过虽然如此 但正式的史书上对忍者却只有断断续续的支字片语 也因如此 后人对忍者也就有更多的神秘感 在现今流行文化中 忍者被描述为一种使用特制器械的武术家又有一些东方神秘气功之类印象 运用各种奇异武器和特种部队技巧来完成任务 他们身穿深色衣服 包头只露出双眼 除了使用短型武士刀外还有几种特殊武器对抗敌人 最出名的有手李箭苦无何所连 许多小说游戏电视或电影等作品常常将忍数夸大化 例如隐形变成动物高楼月下飞行能力和预见将来 根据日本媒体2022年6月的报道 过去代表一鹤甲鹤忍树于1676年编寸的忍树书 万川及海 曾提到内容有参考过一本失散已久名为 尖陵青阳的书籍 直到最近在甲鹤市的一间神社的储藏室内被发现 报道直出发现的这套副本位军阀兼青阳卷中 内容总共有40页上头记载了多达48条实战用的人数 例如如何制作不会发出声响的鞋子 被多数敌人包围时的战斗方式 如何聆听细微的声音等等 因为标明卷中的关系 估计完整版还有上卷下卷的存在 想看更多更新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